彭主任 今天我跟您访谈完之后 我也关注我们家孩子学址健康 回头给他查一次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赢在健康 今天我们请来我们国家学址领域最顶级的专家 中南大学乡雅二院的彭道全教授 和大家一起分享高学址相关的那些健康知识 彭教授 您好 您好 张教授好 彭主任 我们这一次学址指南更新之后改名了 以前叫中国成人学址异常防控指南 这是2023年之前的教法 到了今年我们发布了新的中国学址管理指南 改的名字叫中国学址管理指南 彭教授 您是这份新指南执笔者 您给大家说说 咱为啥改名 这个两个刚才关键词承认去掉了 所以这个指南我们不光是承认 因为我们知道学址的预防要从小抓起 所以我们现在包含了儿童 也包含了孕妇 所以是特殊人群包含进来 所以我们去掉了承认 第二个原来叫学址异常的管理指南 现在改成学址管理指南 因为异常实际上 你说学址什么叫异常 没有统一标准 刚才我们说学址异常 刚才就是你生化单里面 我大于4.1叫异常 那其他人就不管了吗 实际上我们更多要管的是4.1以下的人 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了学址管理指南 就是异常没有统一的标准 每人不一样 所以不叫异常管理 我们叫学址管理 所以这个名字改的 主要是一个是年龄拖宽了 第二管理的这个定义内涵 实际上更宽了 就是所有学址 就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人 不同风险 阴瘦的人 它的异常标准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叫学址管理指南 所以说改名了 实质上简单说 管理更精准表达了意思 同时对于咱们中国人 从小到老全管起来 以前没有提孩子 但是现在应该说 刚才彭主任也讲到 孩子的学址 当爹娘的 甚至学校方都应该开始中视 因为我们中国的小胖子多了 彭主任像孩子们的高血压 现在发病率也高 男孩中青少年 16.1% 女孩14.9% 相信这个学址异常 在这个大背景下 也会比较多 而且学址就像 彭主任刚才给大家讲的 学址 他闷着声的干坏事 不出声 所以说呢 手机前面的 广大的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父母 一定要关注孩子学址健康 彭主任 今天我跟您访谈完之后 我也关注我们的孩子学址健康 回头给他查一次 避养地 需要 再次